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淑女家務事 妳要增加坤增十五分鐘 要誰要掉到身上六十了 萬一我追劇一拍 不是肚子的問題 對 我可能開沒兩下 他就...他就再見了 然後就等一下 再一個電話再走 我晚上肺部 好大的肺動 把他穿腮 聽到外面突然大喊VT 嚴格定義來講已經算死亡了 我還是要把他血管打工 做完大概當天 他醫師就回來了 所以他後面有問題這樣 最感動的時刻是 當我們進入那個 拍到很容易打開的話 我們看到 合作 為了這樣一個病人的身體 我們常常就是看一些 連續劇或電影裡面 知道發現這個病人 在情況非常危急的時候 然後瞬間就會 出現七八個醫生 大家一起聯手合作 然後就神救援 把那個病人救起來了 然後會有那很帥氣的男主角 對 好 那個就好催淚 好激勵人心 可是在我們的真實人生當中 在醫院呢 尤其是在急診的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這個驚險的時間 其實他是分秒必真的 真的有像我們看電視劇 這麼的容易這麼輕鬆嗎 一定不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六位好神醫生 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到底他們有遇到 哪些突發狀況 真的是在那個分秒必真的時間 他要立馬做出判斷的呢 我想就從最刺激的 陳醫師開始好了 尤其是我們心臟科最常碰到就是 大家最常最所知道的就是心肌梗塞 對 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的話其實有時候還會 它本身就很嚴重 但是有時候治療過程中 還是會碰到更厲害的突發事件 那時候會讓人家手忙腳亂 像我分享就是說 之前有碰過一個 大概七十幾歲的老先生 身高大概快180 然後聲音很洪亮 然後我去急診看大叔 他就說 這個胸口悶不舒服啦 那現在都還沒有好 我說那我們看心電圖是有塞住 血管塞住要趕快通 馬上就要去處理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它推到心導管室 人員到齊的時候去處理 那在通的過程中 其實一開始還滿順利 後來做到一半的時候 它的確是有一條塞住了 從頭到尾完全不見 所以我們要把整條路打通 對 那一開始打通的時候 它還有一些反應 有一點聲音 但是做到一半的時候突然 人沒有聲音了 那這時候沒有聲音的時候 我們就聽到外面突然大喊 VT 什麼意思 VT 對 又有一個新聞 英文字出來 對 寫下新的 這個怎麼樣叫醒一個 快睡著醫生 像江戶可能很累這樣 什麼都很慘 是 我的錯了 對 這個都沒有用 他耳邊喊VT 有說醫生眼睛 馬上打亮 馬上上去 到底什麼意思 那個就是一個 快拚死的心臟 心率不正 就是說 病人的心跳快要死掉的時候 他就會跳一個所謂叫VT 或者VM 更嚴重的叫VM 就是已經心臟已經在抖動了 他快要不會動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病人其實已經 就嚴格定義來講 已經算死亡了 他心臟已經沒有在動了 就是我還是要把他血管打通 打通他才會好 但是現在的狀況又必須要先給他電 讓他先 先急救 能先回來 我們才有辦法繼續 所以變成說 我要配合得很好 就是他在 我的助手在壓的時候 壓壓壓壓壓的時候 我壓到一段程度 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先停一下 那個時候我趕快 在這個停的 停了大概幾十秒 因為我們不能也停太久 幾十秒的時候趕快把管子 譬如說鐵絲 我們講導絲 或支架或氣球 趕快送進去 送到定位之後 再繼續壓 再繼續壓壓壓 壓的時候 在一段時間 也許三十秒多久之後 我們再繼續痛 就這樣一直兩邊 很完美的配合 一邊壓一邊做 做完大概當天 他一時就回來了 而且隔天其實 太好了 血壓什麼都穩定了 然後他後來其實 他也很甘心 他有送我一個小禮物 就是上面還刻什麼 救命恩人這樣子 真的 然後他 因為他其實 是真的 他其實 他是很開朗的先生 他出院之後 他後來每次回門診 都會先跟那個護理師講說 回來看我救命恩人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閒聊 就是說那個 你知道那時候 我們在幫你急救 對 你有什麼想法 他就是說 他那時候好像真的 有一瞬間覺得 好像人生的事情 從小時候 在大陸的事情 一下去這樣 人生超滿的 傳說中的人生 他說有那種感覺 那其實我分享這個案例 我們在急診室 其實更困難是 避人來 我們永遠不知道 他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還要 而且都非常緊急 對 所以我們需要 在很短的時間內 做一些疾病的鑑別診斷 那你可能有一步錯 你可能會把 整個急救的狀況 方向走錯 所以其實我們身上 肩負了很重大的壓力 對 那我記得這是一個 很老的一個伯伯 那他本身就有點失智 躺著有點高血壓 有點半臥腸的狀態 都是一個外用照顧 那一次來急診的 主宿是拉肚子 那他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評估 這個伯伯怎麼看起來 這麼蒼白 那那樣鋪一打開 果然結的都是黑便 他就是上腸味道的出血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 空腹子眼狗要去幫他 安排胃鏡的檢查 那你知道這種伯伯 他慢性病又多又臥床 其實他本身 又須多可談的能力又不好 那事實上我們在做胃鏡的時候 必須要從嘴巴去做這個內視鏡 那事實上對呼吸上面 就會有一些疑慮 那這個伯伯送到胃鏡室 去做檢查的時候 一樣我們就是 腸胃科醫師開始之後 做到一半 他忽然就急救了 我們就過去接手幫他插管之後 這個伯伯 沒多久回復了生命真相 就推回急診 再把這個病人互送回急診 這段路上我就是在思考 其實在經驗上 他如果當下是一個呼吸道主宰 我們給他管子了 給他插管 應該馬上就會恢復 可是事實上他在現場 我們稍微有CPR了一點點時間 所以就越想越不對勁 一到急診室 馬上做一張新變毒 應該有事情不太對勁 那果然他當下是發生一個 疾病性疾病的災 所以那時候就 那你又喊VT VT 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 不過這個真的發生了 整個都是跟我們想法是一樣 他當時應該是有一個 致命的心律不整 所以他在做導管的過程中 其實又發生VT 所以他其實又心律不整 那當時的葉柯某團隊 也在旁邊掌握 那後來這個伯伯 雖然年紀很大 他意識不驚不會記得我 但是他後來還是活著 你剛剛這樣一直搶調 沒有人記得你 因為你沒有收到過救命案 對 對 下次記得要關注一下 這個急診科的醫師 他們的心靈也是需要一點溫暖 沒錯 好 那剛剛一聽到VT 江醫師眼睛得很大 對 準備 其實我們每次遇到病人的時候 會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 雖然他很困難處理 可是他的病 明明顯顯的就擺在那裡 你只要對著他去做就好了 你可以做萬全準備去對抗他 雖然未必會成功 但是你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們最怕的就是 我不曉得 這個病人現在怎麼了 可是他就是不穩定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那時候常常就是要 我們很糾結的時候 之前那時候那個 大家都知道半夜的時候 特別是夏天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在金山 騎那個自動車那邊飆 對 很好騎 就很容易出車禍 那個就是騎個重機 過一個彎的時候很帥 壓個車子 整個滑出去 壞到那個牆壁上 整個上去 所以我們醫院的時候 就是四肢 他沒有四肢骨折 他四肢只有三肢骨折 因為明顯就變形 這個都變形 不用照一直光我都知道他骨折了 左手為什麼沒有骨折 我都覺得醫生好勇敢 好像常常會看到那種 對 然後重點就是 可是他肚子腫得跟青蛙一樣 我們一看就知道 裡面帶內出血 對 所以當時因為我們量血壓折六七十 那病人其實醫師 你跟他講話他還可以回答你 但是因為那時候那個家屬 來得也很快嘛 我們就跟家屬講說這個 直接送去開刀房 馬上先處理肚子 馬上先處理肚子 我們還跟他講說 他們就問我們說這個手腳怎麼辦 我們就說我們肚子處理完之後 會順便請骨科去打個外 先稍微固定一下 不要讓他晃來晃去就好了 先處理肚子 先救命再說 上去開 肚子一劃開就啪 血就流鬆出來 一流就大概兩三千 血真的是熱的 你剛才想說熱血熱血 真的沒騙你 剛才說那個血真的是熱的 我們那個手套進去 再翻那個裡面的血 因為要翻到底在哪裡出血嘛 其實就在血裡面 這樣一直在翻那個腸子 就把血像吸掉 我還記得那一天 我們從裡面吸出來的血 大概五六千 我就輸了大概八千輸回去 大量內出血 最後就找到它大概 腸子的地方 有兩三個地方的 腸細膜的動脈被撞斷了 所以一直在噴 一直在噴 肝臟也有裂腸 皮臟也有裂腸 但那個出血量都沒有很大 就縫起來就好了 腸子也被我們修好了 修好之後我們還等了一下 因為我們那時候 怕腸子失血太多 那後來顏色會變 所以這種刀開完之後 我們會放飲流管 飲流管的目的就是看說 還有沒有血繼續從裡面流出來 如果還有血的話 你把飲流管流出來 我就知道說不行喔 裡面還有問題 所以就開完了 實際上開完那一刀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 好像還蠻安全的 就送到恢復室了 因為它變成在恢復室 15分鐘 那個人在恢復室 有馬醉菲小姐的顧問 就馬上打電話進來 剛才開的那個年輕人 本來你們交給我們 那時候血壓是120 怎麼了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馬上送出去嘛 我想說一定是 剛剛有一個出血量 我沒看到 可是我就看那兩個球 我馬上看我那兩個球 我想說如果出血的話 現在這兩個應該是已經 滿的 滿的 還好 我就有點呆掉想說 糟糕 我本來是進去 準備要叫家屬進來說 我要再進去開一次 對 我一個感覺就是這樣 可是我又很擔心說 萬一我推進去開 不是肚子的問題 對 我可能開沒兩下 他就再見了 撐不住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做錯我就完蛋了 在那五分鐘真的想好多事喔 沒有沒有 就閃電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辦法怎麼辦 大家都覺得我要把它推進去了 我就說等一下 什麼 我就說等一下 我自己開刀 推下去做電腦斷層 決定做電腦斷層 因為最後做主的一定是我們 因為我負責 就是我負責 大家都很壓力的人看我 我心中有一個我的想法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對不對 是 果然它肺部 有個好大 好長一段 它是因為那一段的肺動脈痠 讓它血壓不需要再下降 不是因為帶出血的關係 所以還好你決定先照清楚 對 就後來上來還是開刀了 只是變得胸腔外科 對 可是開的位置不一樣啊 開胸去取那個血塊出來 它會有這麼多的東西 第一個跟受傷可能有關係 第二個跟它四肢骨折可能有關係 大量的骨折的時候 就可能產生肺部的痠痠 所以我那時候如果把它 推進去開肚子的話 它90%會死在手術台上 因為沒有找到問題 也開錯地方 對 把它就死了 我送你一塊救命恩人 有 它認得我 它認得我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滿常 就是大家會認得它 然後會送救命恩人的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